冷氣團會報導 氣溫溜滑梯 高血壓患者要特別留意 血壓波動要防範主動脈玻璃 美國南北兩樣勤 南部龍捲風 北龍大雪下不停 德州有一千八百萬人 處在警戒中 什麼樣的力量讓一家七口 參與金藏演藝之後 互動更加密切 還要同修共鮮 稍後都有詳細報導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十二月十四號的 大愛燕安新聞 我是呂思萱 今年入洞後 首波大陸冷氣團報導 全台降溫非常的有感 今天的最低溫 是出現在新北石門的富貴角 只有11.7度 而這樣的降溫 其實只是前菜 因為在這個週末 就會有今年首波寒流報導了 氣象局預估 北部最冷會下碳到6度左右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 這兩天可能要多準備一些 保暖衣物 還有特別就是 罹患三高的患者 因為天氣突然的降溫 血壓也容易波動 一旦飆高的話 很有可能會造成主動脈剝離 而提高猝死風險 民眾穿上羽絨衣和尾巾保暖 機車騎士手套也戴好戴滿 抵擋寒風 最近氣溫奏降 容易發生心血管問題 今天就比較高 天氣冷才會比較高 比較不舒服 暈暈的這樣子 因為溫度變低了 所以刺激你的膠感神經 讓你的血管突然的收縮 這時候當你血壓上升的時候 心跳變快就會造成 心腦血管的意外事件發生 小心天氣激烈變化 有可能會造成主動脈剝離 正常主動脈有三層末 血管內壓力大 血液網破損數流 流到中末和內末之間 這時候就可能導致血管阻塞 主動脈底部是跟心臟連接在一起 所以為什麼生主動脈 它的剝離會很危險 是因為它靠心臟太近了 破到所謂的主動脈半 就會造成主動脈半的急性脱垂 如果破到心爆末槍 就會造成心爆末的填塞 主動脈剝離患者 七成以上都會有胸痛 甚至轉移到腹痛 頭頸部疼痛等 出現症狀就要禁速就醫 因為每延遲一小時 就會增加1%的死亡率 就算透過手術撿回一命 術後也要注意保養 避免復發 當急性起過後 一定要好好控制你的血壓 跟你的心跳 多吃一些蔬果類 吃素是比較好的 吃肉 動物性脂肪多的話 容易造成膽固醇 高血脂症 也造成血壓的失控 更容易加速所謂的主動脈玻璃的產生 除了飲食控制外 這些高風險族群也要特別注意 有家族死的病人 一定要非常小心 本身就有一些主動脈 擴大現象的這些病人 因為比較擴大的血管 它玻璃的機會會比較高 第三個當然就是像 高血壓控制不好的病人 主動脈玻璃有三分之二是高血壓患者 避免血壓失控 以示建議高風險族群盡量不要外出 或是做足幫暖工作再出門 避免溫差造成身體不適 大海新聞葉玲台北報導 有些人最近立法通過了一項是 明年就要實施的新的禁煙令 這項法律規定 2009年出生以後的人 也就是現年14歲的青少年 就算未來18歲成年之後 是終身都不能買煙 這樣的立法其實能有效來控制煙商販售紙煙 但像是電子煙這一種新型煙瓶 恐怕就會成為漏網之魚了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 其實市面上常見的電子煙油 一瓶只有30毫升 但裡頭含有180克的尼古丁 相當於是11包的紙煙 對比之下 如果您每吸入一口電子煙的健康代價 可以說是相當的驚人 再加上市面上的電子煙 它的口味選擇非常的多元 不知不覺就會讓人成癮 尤其國內還觀察到 青少年對於尼古丁的依賴度是更高的 如果長期在暴露這環境之下 恐怕會影響到您的大腦發育 以及認知發展 為什麼會抽電子煙 比較沒有味道 然後隨時隨地都可以抽 因為沒有健康菌的問題 所以它也比紫煙便宜 近年來電子煙在青少年流行 向陳先生抽了兩年的電子煙 那它含什麼東西其實也不太能確定 比較沒那麼喘 但我沒有說電子煙比較 搞不好它是比較晚發作的一個物 沒錯 電子煙並非沒有危害 而是身體還沒出現警訊 這些添加物裡面含了一些 不明的一些化學物質 或者一些有害的化學物質 所以說電子煙不管是用點燃的方式 或是用蒸發的方式 都還是對身體是有害的 美國一名17歲青少年 長期吸電子煙造成肺部塌陷 差點死亡 事實上全球陸續發生 許多電子煙使用者 肺部嚴重感染送醫 美國疾管局研究 很多肺部損壞的電子煙吸食者 體內有相同的化學物質 它會造成肺部一些不管是發炎 塌陷 傷害等等 電子煙危害多 但坊間仍有電子煙可以協助戒煙的傳聞 像煙齡十多年的鄭先生 最近就改抽電子煙 手上沒有什麼東西好像怪怪的 所以就是變相的有效果 電子煙還是不能免除對尼古丁的 一個成癮程度的問題 所以說並沒有對戒煙有幫忙 很多人自己帶進來一些管道 這些管道這些電子儀器 並沒有通過商檢局的戒煙標章 就在國外有很多爆炸的案例 國內各醫療院所都有戒煙團隊 透過專業醫療和藥物 協助引君子戒煙 民眾切勿好奇嘗試電子煙 否則戒煙不成 反倒增加一項健康危機 大愛新聞 張哲仁 林欣宏 台中報導 國際消息要來關心的是 受到北極冷氣團南下的影響 美國現在北部是大雪下不停 而冷氣團南下和南部的暖空氣交匯 產生出的劇烈反應 在南部地區出現了嚴重的演唱降雨 以及還伴隨著龍捲風的發生 而壞天氣 籠罩全美 從北到南幾乎是兩樣勤 南部地區特別就是在德州到密西西比州 現在是有1800萬人都處在境界狀態 電線桿歪歪斜斜 屋頂彷彿被用力撤開 美國德州龍捲風造成至少7人受傷 氣象當局表示 根據雷達與損壞報告 德州一天內可能有多達12場龍捲風 大型風暴系統籠罩美國 從德州到密西西比州 一共1800萬人處於警戒狀態 除了龍捲風 暴風雪同樣帶來重重危機 激雪預計深達60厘米 交通亂了套 除了多條道路關閉 導致大塞車 全美兩天內至少9000架航班延誤 最令人擔心的是 風雪還可能造成電力中斷 專家表示 風暴系統持續往東推進 隨之而來的極端天氣 本週將會持續 大愛新聞 劉絕魚編譯 聯合國統計 全球人口販賣的案件當中 每三個人當中就有一個是小孩子 而販售兒童最嚴重的國家 全部是集中在非洲 其次就是中東地區 再來就是美洲和中南半島 每一年都有不少的孩童 遭到人口販子拐賣 今天我們要把鏡頭聚焦在阿富汗 阿富汗在塔利班政府接手之後 整個國家經濟嚴重衰退 陷入了人道的危機 不少人開始在黑市來販賣腎臟 甚至有的人是賣小孩 所有的種種其實是為了要糊一口飯吃 因為當地有九成的人口都是處在貧窮線以下 平均每一天賺的錢不到兩美元 隨著現在的通貨膨脹的影響 當地的麵粉和白米都比去年的同期 漲了三成左右 等於現在他們賺的錢 連金本的糧食都買不起 我和父母和母親都被困住了 所以他們都被困住了 每次都被困住了 每次都被困住了 因為我被困住了 我告訴你 因為我被困住了 我被困住了 真的不被困住了 如果有錢不給錢 我會被困住了 我會被困住了 阿富汗 今晚来收到时间 为了下回 我们到了 回到家里 儿子 欢迎奉鸦 他们讨厌 我们不讨厌 让他们讨厌 离开 躲在室外 频频室内 这通电话 特别沉重 阿富汗贫穷风暴 百姓走上绝路 为了糊口 即使卖器官把自己掏空 钱还是不够 最后只剩下下策 卖掉孩子 幼童成了活命筹码 是天灾也是人祸 连年干旱 政局变天 国际援助抽离 让骨肉分离的痛 每日都在阿富汗上演 但穷尽一切手段 饥饿仍如影随形 孩子哭闹不休 镇定计安眠药是最后方案 9成阿富汗人每天赚不到2美元 25美元的小麦宛如天价 温饱成了奢望 本以为再撑一撑 就会熬过去的日子 却还看不到希望曙光 待新闻综合编译 今天在新店进行的孙莫祝福 慈祭之功利用了回收物 制作了祈愿法器 象征的是慈祭遍布全球 慈善接力 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新闻现场 每一分每一秒 都有儿童被迫成为难民 历史上战争的结果 不是输赢 而是一整代孩子的悲惨世界 成年人的战争 再次夺走数以百万计 男孩和女孩的童年 请给孩子一个和平的世界 家就在不远处 妈妈 是哪里呀 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海龟 它怎么不够了 妈妈 为什么躲在塑胶袋里面啊 宝贝 妈妈想带你去一个 没有污染的海洋天堂 战争离我们很远吗 战争中的孩子 有着什么样的心情 请还给他们 无邪的双眸与心灵吧 三个改变世界的苹果 一个给了牛顿 一个给了贾伯斯 一个给了你 祝宿的万有引力 从咬下那一口开始 如素我闻 每本书都是座楼 让文字齐居如诗 每座楼都有门 开启它 增广观看世界的角度 每座楼都有梯 攀登它 进入知识的殿堂 书如楼都有路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今天下午 在新店禁词堂的 岁末祝福 有不少年轻人受证 上人也说 希望每一位受证的心智功能 能不断地精进 来积极推速 达到人心进化 你今年几岁 24岁 畜牧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 那自己就会觉得 那吃素就是一个救地球的方法 国外也开始有流行 Vegan这样子的议题 那其实我觉得年轻人 反而是一个优势 是可以带着更多的人 一起来认识吃素 我见了25 因为我们年轻 然后我们可能对资讯 掌握比较快 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 社区情况承担 我跟玉婷也会一起承担 我们那个组的人文沾善美 然后刚好今年是慈亲30 然后大家都有这个愿力 其实就是全台的慈亲互相邀约 对 所以我们其实有邀约超过50位的慈亲共同 就是在今年一起培训受证 同志 以志工当做你的职业 对对对对 但是我家里管得很好 治工精神不论年纪一样动人 大爱跨世代 更跨种族 跨国界 医疗起家 此季深耕菲律宾28年 不只一场场免费服务 也成立疫疹眼科中心 守护贫困者双眼 因为我们是一种育成的国家 一种的问题 是医疗治疗 我认为这就是 医疗治疗 可以更加感情 和爱 当他们说 医疗治疗 通常他们想到医疗治疗 医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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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把这样的爱的信息 传播在全球 有两百多个国家 医疗治疗治疗 走过的是一百二十多个国家 这都是很感恩医疗治疗 只要他们就地落实 那个地方就会菩萨招生了 我看到了年轻人 很多都是未来的希望 中年壮年 我更感恩 自身菩萨跟肉 已经这么多的几十年 一心一个方向 没有退步 而且不断地进进 珍惜自己的生命 大云新闻 萧志杰 田指中 两家民 台北部岛 而在这场最末祝福上 志工团队制作了一样 祈愿法器叫做法轮长转 代表的是慈禁人相互接力 让行善阻击遍布全球 回收的塑胶水管 切成15个小圆柱 头尾放上木板 及中心转轴 北区第三场岁末祝福 祈愿法器 法轮长转 就这样有了雏形 我们这次的法轮就是用无恙欲经的德恨品 法轮就是要靠每一个人自己去吸收 自己去内化 所以说我们的法轮就是要用我们人工 自己用手去摸去转 那这样的才有办法法入心 环绕地球的法轮做好后 透明的大圆球怎么变成蓝色星球 志工找来学平面设计的年轻人加入 大家琢磨了好久 最终定暗室 我们决定使用玻璃体的方式来取代海洋上色的部分 做出海洋那种微微透明 然后有波光淋漓的感觉 那再以白色的颜料来为我们的陆地着色 那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呈现我们地球的样貌 这个法器的创意发响来自于尼泊尔的转晶轮 中间的地球不光是固定物 而是能够升降的 不难就是升降 因为升降我们是比较外行 因为我们去目光嘛 对这种机器的方面比较外行 我们就请专业的人来帮忙做这个升降的工作 因为升降的工作已经也是做了好久 才觉得才可以还很满意这样 蓝色地球象征磁禁人爱的足迹遍及全球 地球自转一周代表着志工慈善力量 棒棒接力 永续运转 也让法轮常转 惠命常载 大爱新闻之上美志工高玉美 魏献松省素宝台北报道 上个周末才在高雄巨蛋结束的青藏演绎 今天幕后团队也来现身分享 整场演绎的幕后辛劳 临山大法会 在高雄巨蛋举办的 近丝伐水庙莲华演绎结束 技术团队北上和上人分享点滴 改一个画面要17个小时 因为要重新 结果我隔天王老师来了 我跟他说正式演出我吓一跳 我不知道他竟然就改了 过程历经各种困难 利用善解包容圆满演出 趁这个机会想要跟慈悦师姐忏悔一下 因为那段时间真的对他的脾气 态度都不是很好 因为时间买不到 我还跟他说你可以买时间给我来用 因为他一直要我改东西 彩排时导播也深受感动 发愿做到尽善尽美 我利用了总共12部摄影机 都会很用心地用镜头去解释 希望能够解释的 让大家都知道 以法入戏从2500年佛陀的故事 一直到近期发生的事 期望借此进化人心 深入人的心境里去 这是那点很重要 咱们这是华 那知华能不能接受这样的华 接受了华能不能身体力行 这就要救 救党 这个因缘 团队彼此承诺明年再合作 持续传法让人人都能够法入心 也入行 大约新闻 黄欣言 郭佳旭 台北报导 而高雄这一家七口呢 都参与了这一场的金藏演绎 接下来要来看看 是什么样的因缘 让他们能在菩萨道上痛修共行 我是爸爸 我是妈妈 我是儿子 我们是双胞胎女儿 我是女婿 一家七口入金藏 尽管定位在不同坐标 但随着经文泛拜响起 家人心凝聚 全家人同报同师同志愿 能够让上人安心 神明必达 水扇是全家国的人 我们有成家 今年今年一年 这一场的 有一个恐惧 当整个全山心投入的时候 会受到大家一起 共振的荣耀 随着一场又一场的彩排演练 身体虽然疲惫 心灵却更自在 体会到很震撼 就是很感动 当下表演的时候 是非常地设心 活法能够 帮助我们生活当中 住家门口就是环保回收点 做起回收 全家都很熟练 像是上班的时间 工作时间 有环境有那个 塑膠带我们都可以 重新起来 再一起来来持续回收 他们从小的时候 我们就带着一起参加 我们慈祭的活动 二十多年前 陈淑霞翻阅慈祭道旅 想追随上人 历经大儿子难缠的 生死交官 决心带全家走进慈祭 一一二三 五两一禁佛再来 第三宫格的那个生命 不是这样的 第二宫格的 然后我们不是 要先上去 我们全家一起做一件事情 就觉得非常的温暖 想救生命 无上光荣 体会很多 因为我觉得看到很多年纪比我们大的人 跟我们一起陪入金站 那我很感动 这样情感比较融洽 比较团结一心 刷刑都一样 都一样 一四方向 一家大小 口袋一起比较温暖 感情会比较好 有缘成为一家人 少人讲的 我们要像那个种子一样 要串成一串 第三宫格难思一 自在夫人仙万里 谁有烦扰不烦恼 谁有生死无归籍 金藏演义洗礼 生活中融入佛法 也凝聚家人共事 同修共行 大爱新闻学员 王皂中 林志明 高雄报道 这个月开幕的 三一慈祭中医院 比预期提早半年完工 这背后 杨莱德是一群 默默付出的五名英雄 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到新闻现场 她的一生 禁锢在轮椅上 她的思维 却能飞向宇宙深处 我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高东宇宙 它是什么 它为什么存在 透过阅读 走进天才的世界 发现自己的宇宙 你是否还记得 跟妈妈一起阅读的美国书 妈妈总有本事 把故事说得好有趣 在我的脑海里 清晰记得每一个 欢乐的天刻 就像飞机起飞 靠摩擦力 创意灵光绽放 靠广泛阅读 谁会不想装上 创意之意 展翅飞翔 阅读吧 开卷有益 英国文豪 莎士比亚 一生写了九个剧本 一百五十四首 十四行诗 他说 书是世界的养分 生活里没有书 如同失去阳光 而没有智慧的书 就好像鸟儿 失去了翅膀 阅读 带来智慧 让你洞悉人性 解惑人生 德国哲学家康德 在一次会议上 描述了英国西敏桥的 种种样貌 在座的一位英国人问道 您是何时去的英国 又是在哪里夺的建筑 康德回答 所有关于西敏桥的知识 我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 康德回答 我们在 tagged 白玫瑰 亏 同事 他都会问 海外 起床 海外 在雨 海外 海外 回到新闻现场 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 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领袖 气象看大爱陪你聊天气 大家晚安 今天在北台湾感觉更冷了 今天的最低温在外岛的麻祖 下午来到了8.3度 金门也只有9.1度 本岛的部分在新北市的富贵角 只有11.7度 桃园市也只有12.2度 北台湾降温有感 而且会继续冷到明天清晨 一直持续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到明天清晨的低温 大约各地只有15-18度 明天白天开始 冷空气就会稍微减弱 北部还有东北部还是会偏凉 来到20-21度 而中南部还有东南部早晚偏凉 但是白天会回温 来到22-25度 温暖舒适 下雨的部分在基隆北海岸 还有大台北地区和宜兰 都可能会下雨 而且可能会是局部大雨 北部 东部 东南部 还有外岛地区 也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雨 另外在中部的地区 还有南部的山区 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雨 要特别注意的还是周末的寒流 北部 东北部 明天稍微回温之后 很快地在星期五 就会有封面通过 各地的降雨几率都会增加 之后星期六封面通过之后 紧接着就是寒流南下 星期六一整天越晚越冷 而且不能小看这一波寒流的强度 各地的感受都会非常寒冷 可以看到星期六日 预期温度在十度以下的范围非常广 中部以北预计的低温 可能只有六到七度 中南部还有东南部 也只有八到十度 而且局部的温度 可能会再低个一到两度 到了下星期一的清晨 因为辐射冷却 各地的低温可能还会再低一点 到了星期一白天 温度才会开始慢慢回升 生活八龙面一方令整理气象重点 这一波大陆冷气团影响 预计到明天清晨 明天的白天温度就会稍微回升 但是在北台湾温度 还是只有二十到二十一度 偏凉冷 而且很容易下雨 包括了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地区 还有宜兰都要留意局部的大雨 北部还有东部的观众朋友 出门都要带伞 还有连续几天的大雨 在山区可能也要特别留意 坦方落实 中南部的天气是偶尔会飘雨的 白天偏暖有二十二到二十五度 不过日夜温差很大 出门记得多戴件外套 这个周末的寒流强度 真的不能小看 预计在中部以北的温度 会急速下降来到六到七度 中南部也只有八到十度 所以要认真地准备好 Botton的衣服 还有棉被了 接下来提供给您 明天各地的气象数据 请不吝点赞啊 此季歷史今天 要帶您從2020年的慈善教育 來開始回顧 2020年12月14號 美國慈少與偏鄉學童 英語線上交流 此季美國總會 發起線上英語教學計劃 任養台灣15所偏鄉學校 由美國慈少負責編輯教材 透過網路平台 進行英語繪畫教學 我跟我的學生 她不太能理解 整個文章 所以我終於用了很多中國 只用英語為某些文章 我們更確定是陪伴 謝謝慈濟願意長期的陪伴我們 跟著我們的孩子一起學習跟成長 此項計劃提升偏鄉英語學習資源 也強化美國慈少策劃能力 與團隊精神 時間更有原本的六週延續到現在 2012年12月14號 意大利強震發放啟程 意大利東北部 5月時連續發生兩起強震 德國慈利黑磁力志工 奔波500多公里 在7月和8月前往勘災 我叫阿蘭富伴 這本市有約6000住宅 是想要與這種情況一起做 十二月凌晨天未亮 利溫設施靈下5度 歐洲五國志工 起程出發 展開首次購物券發放 ETC 除了購物券 也頒發助學金 捐贈交通車 協助身上升上學 關懷持續不重 中斷 感動天主教教廷 促使2013年 慈濟與范蒂岡的 富士愛心基金會 簽訂合作備忘錄 也在2015年獲得 義大利 費納雷 艾米利亞市 頒發榮譽市民肯定 在32個獲獎團體中 慈濟是唯一來自海外的NGO組織 2001年12月14號 喬光國小啟用 慈濟希望工程原建學校 南投草屯 喬光國小 取行新校舍入錯儀式 坐牛車 也尋古禮 送孩子們重返學校 隔年元旦 與社區軍民 熱熱鬧鬧 舉辦路程剪載 沒有新學校開不開心 開心 那你以後會怎麼樣 要高讀書 還有這個學校 921強振後 校舍全毀 原址重建 要蓋的不只是堅固的教室 也改了學校的風水 其實學校從這個方向 引導學生進來 校地的方式會變成 好像偏了一個重心 上人跟副總把模型拿起來 做這個幾個角度的轉換 然後突然發現說 其實在刀箱路這邊 它是一個滿好的一個面向 比較抽象的空間意義是希望說 能夠給學生一個走大門 讓學生可以走大門 入校園 並且改變廚房的位置 上課能夠更專心 改善人說 你放在風頭 如果在煮這裡 一煙一吹 小朋友都不用上課了 我倒在腰 我馬上聞到那香味 怎麼上課 原本的校地是機靈不方正 善家規劃後 走廊教室 明亮通風 動性流暢 給孩子們更美麗的校園 更有希望的未來 再來看慈濟中醫院的成立 是仰賴一群無名英雄的付出 1990年代 慈濟向政府購入 位於苗栗三億的茶園 當時居民就盼著設立醫院 但誰也沒想到 1999年台灣發生921大地震 慈濟請盡所有資源救災 為了盡速讓孩子們 回到安全的校園上課 心力全放在51所希望工程 私以願意 就是說緣分沒有到 這個過程中 大林醫院完成了 慈濟台中醫院也完成了 我們三億人期待了最後面 我們上人的目標 終於達成了 第一產祈願風調雨順 二十多年來的這個努力 過終 錯終 複雜 三億園區涵蓋敬司堂 中醫院以及人文茶樹院 考量居民迫切需求 建築面積大約一千坪的中醫院 首先完工啟用 我相信一定會照顧我們 周遭不只是我們苗栗縣 包括我們院禮 還有我們的通宵 大甲 後禮 走來這個部分 也會照顧得到 這個社區已經是我們 又求必應的蔡永四 還主動幫醫護人員 找房租屋 她的本業是麵包烘焙 但是從動工之後 她最常出現的地方 從麵包店變成醫院工地 能無厚不知憂的付出 得感謝太太全力支持 趕自己在家裡 從我打地機開始 她都常常去順順看一看 幾乎每人都會去 我都會跟她說 現在是我們都在家裡 她說我們住在家 我們就是住在家 我們就是鄉人的地主 我們要請我們的本文書 去照顧我們的家 這上門這樣做這樣的職勢 我們已經到快30年了 那我覺得說我們不後悔 我們要做回饋 見證醫院從無到有 企業也是責任承擔的開始 我媳婦就常常笑 我說媽媽妳以後 中醫院開了 妳可能要去那裡常駐了 我說可能啊 有可能 媽媽很像過人 這是我們一大喜事 很高興啊 每一個人都很期待啊 還有中午養酒啊 還有中間茶 這個中醫院啊 一定要讓大家更了解 這個藥草的療象 我們園區就種了很多的 那一個摩草跟魚形草 我們會讓會種更了解 師兄姐在這邊盡心盡力 在扶持我們 在大家的共同扶持之下 我們能夠把這個地方做得更好 實際永遠在生病民眾旁邊的 那一份的一個承擔跟責任 這個更可以透過三億中醫院 我們來去完成這樣的一個使命 這個愛呢 要在這裡奠定下來 一年醫療一年很成熟 這個地方啊 好明亮 開的小而美 每一個空間啊都很紮實 師父親親交代 弟子牢牢記住 以愛以誠 期盼將獨特的醫療人文 打造為中醫界的標杆 以上是今天的大醫安新聞 稍後要請您繼續收看 人間普提 我是李思軒 好明明